《冰天》 蓮香的時候自己很喜歡運動 慢慢可能 是讓人懶 運動少了很多 所以今天跑出來跑一蹦 記得有一次我們有兩個 還有我三個 去死黨 中小學及同學 大家聊聊天 知道不同年纪或者不同年龄阶层 追求或者所要求的东西都很不同 年纪轻一点 希望能够享乐 赚多点钱 经济条件也好一点 当然随着年纪慢慢大 不一定是减少 但是起码年纪慢慢大一点 你就会发觉 咦不是的 有一件事很重要 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的朋友就说 哎呀真是很珍惜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有时 我说不要听 时间会越来越少 不仅我们认识了好几十年 大家都好死党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 我心里面 突然之间有一个 很强烈的一种体会 我说健康其实真的重要 似乎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要紧 因为 帮我们能够和我们身边的人 甚至朋友 建立得好关系的时间 可以享受到那种关系的甜蜜 朋友之间大家坐下 聊天 聊天 喝杯啤酒 觉得很开心的 无事不谈 或者我们 有问题的时间 但真正的朋友 他尝试会努力帮你 甚至乎是帮助不了也好 说你陪着你 趴着你肩膀 你觉得是很温暖的 哎呀 说到我们在病床 医生未必帮到你的时候 朋友一番鼓励的说话 或者是我们所谓 倒一杯凉水 正如圣经所说 对港北患病的朋友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一种安慰 所以我觉得 关系是需要我们建立的 健康当然我们可以自己 尽量去爱惜珍惜 但是似乎 做人做得这么久的时候 你会发觉 健康 生命 上帝赐予 我们做我们的本分 但是 有多少我们就有多少 但是起码我们有 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关系那种的甜美 可以向大家保证 健康我们一定会失去的 如果我们不失去健康的人 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就是 好说不好听 有生 未必有老和病 但是死是一定有的 所以怎么都好 我们珍惜 健康意思同时 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圣经都跟我们说 我们锻炼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 但是学习上帝的说话 事到我们在不同的境况里面 都带着一个柔和的心 和我们身边的朋友 建立好的关系 我们才有机会 享受那种关系的甜美 彼此互相去享受 亦都在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才有机会 向这位朋友去分享 福音那种的甜美 不知道大家不认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